爱在深秋还是套在深秋 中心证券滴开滴走大盘 商政武林互称300 技术分析 那么态度对于大科技方向 希望仍在 那么对于他人言论来讲 不要太当真 散户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 那么我们先来看商政 商政的话呢 今天呈现的是滴开滴走的剧情 那么怎么来去观察 咱们在前面两天的讲到下方 2937作为一个防守卫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也为何咱们昨天盘中所讲到的 它是一个一分钟结构的 空通猛发 一分钟长转弱多转空 只不过呢 最终考验2937的点位破不破 如果说2937点位不破 对应的 他从2986.24走一个一分钟 盘整下跌 或者是一分钟走势类型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这一段下跌 内部有被迟了 同时的话呢 2937又没有跌破 那么他随时可以展开一分钟的 向上走势类型 那么防的是什么呢 防的是这个一分钟走势类型 向下的力度加强 内部没有被迟 并且呢 利索的把2937给破掉了 那么对应的 好 可能要考验29.04 甚至呢2900点的基点 但是呢 即便往下空间也不大 所以说呢 没有必要呢 自己吓自己 没有必要呢 过于恐慌 过于的 绝望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 手下2937即可 当前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那么在昨天这个位置 表达出来 一分钟一笔 就把前面一分钟限制给破掉 把前面的一分钟中速 下沿给过过的去 它就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多转空的表达 好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对于大盘 我们一定要结合像商政五零 像护城三百 前面也讲的非常清楚 因为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面 它能够多次敌开高走 多次勉强收红 核心的话呢 就属于官方背景资金也好 或者是某队的力量也好 像商政五零和护城三百 它是推动指数上行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分力 但是呢 像商政五零和护城三百 昨天反薄阴线 而且的话呢 收盘收在五军的下方 今天的话呢 它又属于顺势下行 只不过呢 还没有破昨日的低点 它当前呢 还是一个 相下不畏的一种状态 包括呢 像护城三百指数 而护城三百指数呢 表现的更加的明显 那么无形当中 它已经呈现顶分 像昨天 低点 3494.01 前天低点的393 也就是说呢 昨天和前天是一个包含关系 包含关系处理过之后呢 今天和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开线 再和上周四 它已经形成了顶分形的结构 顶分形的结构的话呢 如果说稳在MI五日均线的下方 甚至呢 要防范 而前面这一笔结束 新的乡下笔生长的可能 不破前面低点 一笔走出来 出现新的墙底分形 那么对应的触发的是 30分钟级别的二列卖点 如果破一下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触发新的墙底分形 那么对应的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日线大二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去识别的 好前面呢 它是一个日线的行程上 当前的话呢 对应的日线一笔下一笔上 当前看这个位置一笔能不能走出来 好 这是互生三百指数 也说呢 对于大盘 对于三争五零 对于互生三百 那么呢 还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去观察 也说呢 空间有多大 没有必要呢 太恐慌悲观 但是呢 如果真的调了调出一个结构出来又出现新的多头蒙发 反而呢 是更好的节奏点 把它作为日线大二买的一个识别 甚至呢 可以去增加 对股市的把握程度 个人而言的话呢 在一周两周之前呢 就讲不到 当时思考什么期间 适合适当的增加 资金 核心的话呢 从板块视角来讲 一定要有核心的方向 从节奏来讲的话呢 对于之前大二买这样的一个把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证券 证券板块呢 像中信证券 今天的话呢 不知道有没有埋一些人进去啊 今天呢 直接滴开滴走 那么下午盘 他能不能再背上来呢 这是一个悬念 然后的话呢 只能去看 但是有一点 对于散户而言 对于独立的交易者来讲 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 有自己的原则和逻辑 就是那任何节点介入 都要思考你的风险在哪里 怎么来去控制风险 好 那么对于像中信证券呢 之前讲到过年限压制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位置向上反弹 但是对于整个证券行业本身来讲 它的业绩是下降的 而且的话呢 未来的利润空间是收窄的 从这个视角再结合什么呢 再结合像中信证券 在9月10号 有8亿股的借进市值影响 那么8亿股的市值结合 当20元的价格作为一个测算 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 那就是那就是160亿 160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但是他只是只有卖房 没有买房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说想要去化解 从理论上讲最简单的 也需要320亿的成交额 当然了 这次这种理论上面呢 实际上他可能比这更多 或者说呢 不一定费得一天来去兑现 但是呢 它是一个隐患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柄 明光光的一把利剑在头顶上 好 这是他的基本面 可以呢 很简单的就能够知道F10 那么对应呢 他在9月10号 解禁缩量8109 百八十六万股 好 那么对于 像整个征券板块来讲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有没有表现 个人认为呢 轮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呢 想要形成持育性的爆发 什么时候出现板块当中多故障停 而且的话呢 伴随着爆量增量 那么呢 才是自己值得重点 去跟踪这个方向的契机 这也是在一周之前 甚至一个月之前 中间的话呢 有粉丝问题的时候 当时给出过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 那么对于 当前来讲 例如像金融权重而言 对应的 它是属于分化 像银行昨天大跌 今天的话呢 出现反弹 而对于什么呢 像其他板块的话呢 像酿酒医药 石油 证券等等 属于这样的一个弱 它是属于权重本身是分化的 而对于体材层面来讲的话呢 今天也是 属于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状态 但是分化状态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于像 半导体芯片方向 调下来之后 后面的话呢 依然是看大方向的机会 但是具体的节奏的话呢 要细致去把握 咱们稍后的话呢 再做专题的视频来进行跟踪和讲解 那么对于当前市场的态度 一 对于三二也守一下2937即可 2937不破 那么呢 这个位置视为一分钟走势类型下观察的话呢 那么今天下午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转机 好 那么创业版指数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今天昨天和前天已经成为顶分 而且是偏要强顶分的一个范畴 前面一笔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收在五军的下方 那么就是已经是可以视为强顶分来就看待了 如果强顶分的话呢 那么后面会不会展开箱下一笔的调整和生长呢 那么最起码你要等待新的底分型出现 你才能够做识别 反正如果说呢 下午盘他能够收盘稳在五军的上方 那么对应的还能够继续去往后面去观察 如果说呢 今天没有下午盘没有一个向上反攻的力量 在五军的下方运行 那么就要当心 这是对于盘面的一个理解 仅供参考 核心的话呢 对于散伏来讲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 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交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要对自己的资金 对自己的账户负责 好 那么对于大科技来讲的话呢 咱们稍后再去细致的讲解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